地標台北101大道成永樂市場 電影Lucy統統入境 國際大導演盧貝松辦首映會 當時市長郝龍斌錫思思同台宣傳 說是讓世界看見台灣 但內幕式Lucy落腳台灣 也動用了世大運籌委會的1000萬 世大運的宣傳經費時代變得太普爛 多到說你隨時可以 為了市長一個政策決定 你就可以隨時掏出來 電影Lucy行銷世大運效果在哪裡 網友發揮大家來找茬的功力 看出來了嗎 定格仔細顯示 Lucy背的包包寫著台北體院字樣 還有報導逃犯時 新聞畫面出現了兩次世大運logo 算一算1000萬換來3.4秒 世大運logo曝光機會 值得嗎 還原決策過程 Lucy電影團隊向文化局電影委員會 開價補助費3750萬才願意來台拍攝 北市府上下全力籌錢 最後決定從世大運預算下手挪出1000萬 動用世府第二預備金2750萬 世大運不管Lucy的這個騙子的行銷 其實他都在行銷台灣台北 這整個案子的融合在府裡面的政策 是配合整個共有的預算來執行 世大運籌委會才剛被柯市長點名一本亂帳 又爆出經費東挪西用 連盧貝松也分杯羹 198億元的世大預算 魔鬼藏在細節裡 三立新聞台北 中央報道